好 看完了先背车之后 如果你还没转台 表示你就是聪明啦 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目前在市场上面呢 话题性相当高的跨界休旅车 我们也请乃哥带着大家 一起来看一下 在我们身旁这一款呢 这个是蓝色的 而且它是Honda的HRV 而且HRV呢 其实在这个 算是跨界休旅车的急剧当中呢 市占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对 它可以算是 一统江湖的一个名称 当初其他的跨界休旅 还没出来的时候 还没出来的时候 它独大嘛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说 Honda有双雄CRV跟HRV 两个都卖得很好 都是卖休旅车一样 但是我们以HRV来说的话 它更适合都会 其实以外观来说 你会觉得说 它就 Honda的车坐起来 好像都差不多 差不多 一出来的时候 则是让你觉得 嗯 Honda的车 然后久了之后 你会觉得它都经久耐看 所以你看 HRV卖了那么久 今年就要进入到 小改款的时代了 但是现行车款 还是一样 还可以卖到 它还是很稳 很稳的销售成绩 那就代表说 这一个产品的确是 切中了所谓消费者的 这一个生活车 必须使用 那其实我觉得外观来说的话 它还是依然保持了 Honda该有的地方 但是它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于说 它使用的是说 类双门的设计 这应该是HRV最容易被人家 一眼辨识出来 就是在车测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后门是 把手坐在所谓C柱上面 隐藏起来 大家不要看这个小小的设计 其实在很久以前 一些欧洲车这样设计 但是对我来说 就是你在洗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少了两个把手 那个车门多好洗 光是打蜡的地方 这个是开玩笑 但是在说 它最重要的是说 外观跟内装 它的内装的话 我就觉得它是非常的先进 往前的跳跃 你只要看到它的中船 它是整个拉高起来 所以我说它在设计上 除了外观是比较 所谓Honda宇慧之外 它在内装上是有别于其他的车款 看完了跨界首霸王 Honda的HRV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非常强劲的对手 在去年它登场之后 真的吓死人了 可以说算是销售王的 新人的冠军对不对 而且这款车在我们棚内 其实介绍了蛮多次的 关于Kicks不只是销售王 我觉得它才是小霸王 你看一下 我们每次介绍这台车 都要讲说它是什么 悬浮式的车顶 对不对 双色的一个车身 你每次介绍你觉得 好像好像只是一个 双色的屋顶而已 没什么特别 可是如果它跟其他车 摆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哇 这个悬浮式车顶 真的很特别 然后这个车子 你单独看它的时候 你就觉得 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SUV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再跟其他车子 摆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觉 这一台车 它的车身线条 其实相当的富有变化性 那当然从车头上面 它家族的VMotion的一个 这个式样的 这个潜水箱护照的一个设计 还是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大气 当然头的LED的光源 内装也有这个非常多 新颖的 也是有双色的一个设计 同时关于你还记得吧 哇 那个内装的那个触感 是啊 摸起来 有的时候我们每次讲质感 就说看起来很有质感 对不对 摸起来 摸起来也很有质感 所以我说 这个车子能够在连续 每个月都卖一千多台 累积到三千多台 四千多台 这样一个销售量 大家当时都说 这个是蜜月期 蜜月期过了之后 我们再来观察看看 结果 它的蜜月期呢 无限延伸 而且这个销售量 还向上攀升 没错 所以这也是KICKS的魅力之一 所以外观上面 我觉得美丑 还是个人有所喜好 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 它这样子的一个 独特的外形设计 以及双色车身的一个 外观的一个涂装 非常非常的吸睛 而且其实消费者 也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台湾版本的 这个KICKS 其实跟其他亚洲地区的 所贩售的版本 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大家都说 台湾版的这一款 是纷争的非常的好看 没错 好 所以针对呢 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 这两款 在CUV集聚里面的 两款销售王 我们也要请我们的专家 分别来给分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专家到底给几分 针对外观跟内装的配备上面 我今天要比较不一样 这两位 欧巴老师 是啊 大维哥你可以下班了 为什么你都给五分呢 我觉得这两部车子的 在设计上面 虽然各有不同 但是他们在 给消费者的感受上面 他也满足了 每个消费者 他的需求 像我们现在来说 HRV好了 虽然他马上就要推出 小改款车型 但是小改款 只是针对一些细节上面 略做修正 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而HRV推出来 它让人会觉得 肯定的地方 刚刚那个 乃哥 乃哥刚刚也讲了嘛 他最主要就是 他外型上面 他的车型 他后窗逼住的 那个后门的隐藏室 然后里面 你坐进去 他里面的安座 他前面安座是一个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 油品性 对 有感觉的 然后整个设计来讲 你会觉得 蛮不错的 虽然它的颜色比较深层 但是 有些人就喜欢稳重嘛 至于像Kix 那Kix走的是一个 年轻活泼 年轻大方的一个设计 所以两者我觉得 它各有 不同的这种 青菜萝卜 各有喜好不同 我给它高分 我觉得我是要给它肯定的 对 而且以现在来说 两款车 一个是这么新世代的车 还有就是HRV 已经 其实算是已经旧世代了 可是它能够这么的耐看 也是蛮大家分的 那接下来我们请艾大呢 帮大家呢 来评比一下 以这类型的 紧凑型的SUV 既然我要买SUV 我当然希望 内部的空间 能够表现得更好 所以帮大家分析一下 在这两款车上面 比如说我乘坐起来舒适性 还有这个成员上面的感受 比如说腿部的空间 等等呢 到底是怎么样的表现 其实在这个Kix上市的时候 我记得节目中也坐过 挤了三个大男生 在车子里面 对不对 说实在的 其实我们看到 它的这个车身尺码 轴距 或者是行李商人容积 其实差异并不大 也就是说HRV呢 跟Kix其实差距并不大 真的耶 但是我认为呢 在内装的这个质感上面 虽然我们这一次把内装 定义在这个 所谓的外观跟内装 一起做评分的一个这个项目 但是空间的部分 我觉得成员乘坐在这个车室内呢 内装的这个质感跟氛围啊 还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也就是在 刚刚的项目 我给了这个 并不是我给HRV比较低分啊 而是HRV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但是如果跟Kix比起来 Kix加上一些 比如说它的有7寸的数位仪表啊 它双色的内装 它有3D输压的一些座椅 种种各方面来说 所以配备上比较好 它事实上是觉得比这个HRV来得好 所以在空间表现上呢 两台车基本上呢 空间表现差不了太多 但是在乘坐品质上面 跟舒适度上面 我觉得这个就会有一些些的差异性 再加上这以这个后箱的空间来说 Kix后箱的空间虽然比较小 但是它可以放得下 两个29寸的大行李箱 这个是毋庸置 我们实际的都测试过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单看数字 就像刚刚这个HRV 跟这个Yaris的比较来说 是一样的 单看数字并不一定是最准确的 还是要实际的用过 放过 你才会知道这个差异性 所以其实我们专家呢 也针对这两款车型呢 也做到了包括前程 就是驾驶座啦 乘客座啦 去好好感受一下 在内部的质感上面 还有空间上的表现 甚至于在行李箱上面 我们来看看我们四位专家 到底给这两款车呢 在内装空间上给予几分呢 那个大伟哥是五分四分 然后四分四分 然后满分是艾大觉得是满分 那我们请郑杰稍微帮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是四分呢 我觉得刚刚艾大讲的 几乎就是我的想法了 他这两台车说真的啦 不管世代新旧 其实他们的整个设计概念 都是属于一个新世代的一个理念 机械空间最小化 能性空间最大化 这样的设计 虽然他们的尺码并不大 他们轴距也不是说真的很长 但是他们已经把 有限的空间做最妥善的运用了 细微的差距只在于一些 像是小的零碎置物空间 新乙箱的多一点 少一点 很宽一点 或者窄一点 甚至是座椅的变化这些 两台车真的是各有优缺点 但是总体表现我认为是平分秋色 当然你在这个CUV的急剧里面 除了空间很重要之外 然后你的外观要对上你的眼 更重要的是在动力上面的表现 其实有关于你日后 油耗 这些养护成本 那乃哥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两款车搭载的动力上面 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其实这两台车应该是说 我还是觉得 动力来说一定是一寸长一寸强 所以HRV占到排气量的优势 所以它的输出就是比较大 而且高达143匹 比这个所谓KIX的话 一定是1.5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多那300cc出来的马力 就是在这个动力上 就很明显的 可以提出它们的两个的差异 对 所以在它的性能来说的话 我还是觉得说你以CUV它毕竟车重已经到达快1200公斤左右的时候 你需要更大的动力去推动 在哪里呢 在市区里 你也许在高速公路上 你用的动力可能就不会那么多 但是你要在爬坡的时候 超车的时候 山路的时候 我觉得HRV应该是说它取得了这样的优势 先天上的优势 但是KIX不能否定的是什么 刚刚已经说到空间极大化 人家都说HONDA第一名 对不起 人家KIX已经追上了 第二 别忘记它的母集团 它有谁 雷诺跟三菱 你上 这三家世界大车厂的一个母集团 它在资源共用上 我觉得KIX就可以看到 它在欧洲的不管的 DNA在里面 还有你上最精致的人文精神 也融入在里面 所以这两箱一加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跟你讲 真正去开过KIX的时候 你会觉得开这台车怎么那么的快乐 它会有一种快意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说 它的差别虽然是在动力上面 的明显数字的差别 但是它的感受不一样 一个是可以给你很足够的动力 符合你CUV的身份 跟家庭所需 但是另外一个可以让你觉得说 开这台车好快乐 它是两种不一样的形态出来 给你很实质的感受 跟让你觉得很快乐 不知道这四位专家 因为也都试驾过这两款车型了 在动力的编程上面 甚至于操控起来的感受上面 四位专家到底给几分 乃哥我看一下 你是几分 四分跟五分 然后Kicks爱大是给五分 但HRV给了四分 爱大为什么 其实大家应该都会觉得 把这个动力的部分给分 应该会给在HRV会比较高一些 但是其实我认为呢 就是说基本上你看 1.5升的钢内直喷的引擎 是落在Kicks上面 它的技术成分的一个含金量比较高 再加上其实它的这个引擎 有一个什么叫做 钢孔融射的一个这个技术 其实是源自于这个Nissan GT-R 东宁战神这样的一个这个引擎技术 在这个层面之上 虽然它的马力跟扭力 都来得小一点点 但是它只有1.5升的一个 这个排气量的引擎 所以我认为它的技术层面的含金量 比起HRV来说是更好一点点的 再加上实际行驶起来 你并不会感受到说 这两台车呢 觉得好像有个将近20匹 19匹的一个这个马力的一个差异 或是2.5公斤米的一个 这个扭力上的差异 其实Kicks它反应非常非常的轻快 然后再加上这个单元 这一个极具 这个比较项目呢 列入了什么 价格 你却会发觉 如果单就动力元件 跟它的科技含量 跟它的一个这个售价来看的话 CP值这个很明显比较上面 会有一点点差距 所以我给Kicks稍微比较高分一点 是没有这么大的 放双 写